大家好,我是天天 想吃油条,不用出去买 教你在家做 方法简单,新手也能学会 先在250毫升的温牛奶里面 加入3克的酱母粉 6克的泡打粉 3克的小苏打 3克的食用盐 搅拌均匀 500克面粉,里面打入1克鸡蛋 先把鸡蛋搅散 再用化好的酱母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具 然后加入20毫升的食用油 下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揉成这种软硬程度就可以了 搅成长条 用手按扁 准备一个盘子,底部刷一层油 放上揉好的面团 外面也刷一层油 沾上一层保鲜膜 醒发2个小时 也可以放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现在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明显膨胀变大了 面板上抹一点油防粘 取出来的面团不要揉 直接用手撑藏 再用擀面杖擀薄 厚度到要为0.5厘米 用刀切成2厘米宽的长条 切完之后两片对折叠在一起 再用一根万能的筷子 从中间轻轻按压一下 油温烧至7层热 下入油条生配 烧起来之后一定要不停地翻弄它 让它受热均匀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就可以控油捞出了 蓬松酥脆的香酥大油条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各个空心 比马达还要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也在家试试吧